新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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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 獲利方程史在 昨天我們聊到這個盤市格局 應該已經看到一個 比較明顯的止穩訊號了 那尤其日K線的一個型態 出現三日不破低 雖然出現了633億元 可是我們解釋是說 這盤只是因為說 過去大家的一個信心 是比較不足的 恐慌的 當你看到這個盤氏格局 國際股市質問 外資只要 以及我們六成的市場的一個投資朋友 這個散戶的心情稍微穩定一點點 其實是不需要太多的一個量能潮 價錢指數就有機會大漲 你可以看到今天一漲 盤中就大漲110點 那於昨天這個盤氏格局 日KD的一個黃金交叉 三日不破滴也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們昨天其實討論到一個 反彈最少的一個目標 我認為這個8946 由於前一波政策很多的位置點 那比較提醒大家可以放開風險 用融資來大買 金管會的政策是這個樣子的 就額外殺了一個500點向下的一個價差 所以反而如果這個盤氏格局 如果國際股市質問 我認為最少最少最弱勢反彈的目標 都會來到8946點 那這個位置點是10月9號向下跳空255點 這個很大的一個缺口 那結果呢 今天加減指數果然如同我們預告 中場就以上漲94點做收 那收盤價已經來到8748點了 同然兩天的時間 大盤就已經上漲了250點 我想這個盤底部確認的訊號 已經越來越明顯了 其實今天加減指數的成交量還是沒有很明顯的放大喔 只有800億元出頭喔 所以它其實是不需要太多量能潮 大盤就有機會做一個極速上攻的 那所以現階段來講 我認為只是怎麼樣好好的去規劃 如果35開始確認起漲了 那它的一個波形跟脈絡 那輪動的股票的主軸會是什麼 那麼你只要領先市場把這些分析清楚了 你要賺幾根掌停板 就您自己選擇 想要搶賺選舉行情搶紅包的 你只要做出適當的一個規劃 這個價差都有辦法由您自己去掌握 那越早進場卡位去佈局這部行情 當然未來是賺越多好不好 不過再談到後續的趨勢 在今天上漲加減指數沒有成交量 我們放大喔 那所以我先講我們的一個交易動作是這樣子的 這是在12點鐘左右的位置點 那廖老師在上個禮拜五下山120點 那那個時刻點是10月17號 佳前只是中錯120點 做錯那個位置點 跟大家報告說要多單滿倉 大買到所有15筆多單嘛 那今天由於是開盤爸爸的一個壓力盤 今天由於是開盤爸爸的一個壓力盤 所以我們選擇在這個位置點 8740點 選擇短賣一趟 先把我們價差多單獲利了結一趟 這個是10月17號在8590 絕對買的比8590還便宜啦 那禮拜一平高盤跳高的時候 也都還有再加碼 短短兩天的時間 我們先把這150點一個價差 先把獲利了結一趟 這個是昨天我跟大家預告的 接下來我們如果要去佈局這一波 接下來三之五之一的一個波段起漲的 那這個波形我認為會類似這樣子的一個形態 好這是今天價錢只是縮盤線形有一點點小十字線 那接下來應該是三之五之一上漲的一個波段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規劃 那我會詳細跟大家交代 但是我們只要把這個盤式格局 日線圖為什麼有這樣規劃必要的一個內行 把它所有來講把它分析清楚 那投資朋友 昨天劉老師是全市場唯一跟你預告 明明只有633億啊 那很多人會花很多的時間跟焦點去探討說 新低量會不會有新低價 但是劉老師直接告訴你說 你反而要預防低檔區 由於成交量這麼低米的狀況之下 這個稍微一點點外資去做一個短波強補 就有空拉空的一個態勢 其實今天這個盤式格局有一點點是補這個 空單短波段的一個向上強補的一個動作 才照就這個盤式格局往上漲 好 那關於後續這盤式格局 我想在昨天稻穹工業指數如同 劉老師昨天跟他預告 兩天之內一定會出現一根200點以上的中長紅 那這次稻穹工業指數 昨天真的拉開了這個比較明顯的中長紅K的 中長影大漲213點做收 那未來的一個趨勢到底怎麼樣看 我想接下來就是一個極短波力的重點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選擇短賣一趟 我在還沒有拉開真空紅K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波形大概是這樣走 來 禮拜一震盪下壓 禮拜二大漲213點 好 那因為希薇波走是已經走了一個五浪向上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一兩個交易日 可能國際股市尤其到10月28 10月29會有一個短波的一個震盪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稍微短線上面的一個多單 把它短價差獲利了結一趟 我們來觀察一下接下來的盤勢格局 那美國的科技股 昨天我說為什麼會拉開那根中長紅K 除了道瓊工業指數本來就在我們波形規劃之外 那昨天呢NASDA指數 以及費成半導體指數 是這個盤勢格局 美國股市漲升的主軸 費半大漲3.5% 那NASDA指數也漲幅將近3% 好 主要是蘋果昨天 在宣布裁測了一個預告 那遠遠優於市場預期 原先大概規劃 第四季的營收在600億美元 好 結果劉老師跟他講說 我們先前在這個低檔去一個分析 就已經跟他報告 由於這一次結合了四季的換季潮 以及多重的 這個新的科技的體驗 所以說庫克說 需求大到供給趕不上 需求跟供給像在不同的一個星球 好 上季的裁測暴衝 展望會更好 讓昨天的蘋果幹令 因為這個是昨天劉老師 給會員片的盤後稿 我說 來上個季度值供給大概421 那去年的第四季大概576億美元 那今年665億 這是遠遠優於市場預期 好 這是遠遠優於市場預期 那單單由這個基本面來講 再加上日K線的一個型態 好 Apple跳高過了這個W的一個型態 或者是說一個平行的一個軌套 好 所以我認為Apple由財色預告 已經確認一個比較明顯一個向上主升段 如果大盤NASTE指數0漲的主軸在蘋果 那麼我們大概已經有十足的信心 來NASTE指數在接下來 它細微波走勢當然會掌五浪小跌ABC 掌五浪小跌ABC 但是由0漲的主軸在Apple來講 我們看到這個高點已經要越過了 好 那昨天針對這個高點 4610下探到4116 好 0.618的位置點 大概在這個長下影線 我畫航色圈圈這根下影線紅K的低點 好 昨天就已經碰到了 一口氣才三個交易日的反彈 一口氣就大漲了0.618 所以我認為單單是以這個波段的走勢 我想有越來越多的一個證據支持我們說 加權指數其實有機會是進入一個回升向上波段 只要9500點已過 最小的目標 這個盤式可以供萬點 那重點的問題就是 你要挑什麼股票來供 這樣的問題而已 好不好 好 那這個畫是要黃色圈圈的一個位置 我寫一個A 對應9014 0.5的位置就是說 從4610下探到4116 好 那我說這裡為什麼我們標示為A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 如果這裡是一個空投波段 如果美果還會向下沙盤 這個黃色圈圈的位置點 絕對不能夠讓它去回補 好 就是道瓊工業指數 我說這個位置點 我跟大家報告說未來一定會過 好 為什麼呢 來 這個是SMP500指數 好 相較於道瓊工業指數是全球的30大 好 這個營收來自於全世界各地 SMP500指數更能夠反映 美國本身的一個基本面 所以SMP500指數是道瓊工業指數的領先指標 好 如果是一個向下1 2 3 4 5讓 會有一個空投 那投資朋友這個轉折低點 是絕對不能重疊的嘛 對不對 好 昨天 SMP500指數是整個 所有多頭騎掌訊號裡面 最強勢的多頭騎掌訊號 好 他在低檔區拉開了連續 三根中長紅可以直接往上 好 這叫紅三兵的軋空波段騎掌訊 前一次劉老師跟他預告 露骨噴出的位置點 就是看到低檔區出現紅三兵 後來大漲一個半月 好 所以我認為 既然SMP500指數是以紅三兵最強勢的 多頭騎掌控波段騎掌訊號去確認 而且1 4讓已經重疊了 所以這裡僅僅是下探了一個ABC 而且ABC已經修正完成了 好 所以這一個波亂走勢 前兩個交易日 我跟所有投資朋友只報告一件事情 好 我認為大家心頭不需要亂 你現在就是回答你自己一個問題 如果這裡是一個空頭向下修正的一個波段 那你股票應該全部賣光光 甚至於翻手打空 如果這裡只是一個修正浪 三支四在這裡要落底了 未來是至少1700點以上 三支五大浪一個主升段 最少的目標這盤四個就要上萬點 那投資朋友 那現在的唯一目標 就是在大盤要開始起漲進入三支五之一 好 昨天劉老師跟他報告他說 因為周線是三支五支一 周線是三支五支一 好 所以標示一的這個波形 好 標示一的這個波形 本身來講 它會走得比較緩慢 因為成交量還沒有放大 所以我說現在的策略只是 你稍微平衡配置一下 不要全部重壓在中大型的肌肉全脂股 因為量還沒有出來 這個盤四個局今天雖然漲了94點 可是你可以看到盤還是很多瑕疵 但是我認為瑕不掩餘啦 你可以看到大力光殺了半根跌停板 TPK幾乎殺到跌停板 這個盤四個局所有類股自主群 今天全線大漲 好 那問題只有八百億元出頭成交量 怎麼可能所有類股全部漲 所以它殺基本面最好的蘋果概念股 做一個額外向下的一個洗盤的動作 好 做一個額外洗盤的一個動作 好 反而是這裡 如果蘋果概念股 像TPK在低檔區反覆跳 好 急掌白點 急殺白點 急掌白點 向下震盪 又急掌白點 上下反覆的不斷漲跌停 在低檔區做一個三至四擴底的動作 就像大盤一樣是一個即將轉路 多頭向上的一個回升波段來講 它價格已經開始劇烈的做一個震盪了 過去是盤跌盤跌盤跌 死氣沉沉 好 可是即將要轉折向上了 所以它開始活力放大了 開始在這個波段轉折對低檔區 做一個反覆洗盤擴底的動作 反而今天出現之後 比較明顯震盪下壓的這個蘋果概念股 我反而認為這裡你可能要好好去盯緊他的買訊了 聽得懂劉老師的意思嗎 好 回來我們繼續把大盤講清楚 那所以其實昨天我們就跟他報告是說 這個盤市格局如果是我的會員朋友 我們已經確認這裡落底的訊號 越來越明確 越來越明確 如果他們知道我們規劃道瓊工業指數 一定會噴出強掌一個掌紅K 分時指標在三至三 好 結果咧 今天真的往上跳高了 真的往上跳高了 好 那我們的波形 這套波形規劃應該是正確的喔 好 那問題是日線圖的指標 今天來的一個分時指標高點在八四 而且短波死亡交叉嘛 好 而且開盤方法是壓力盤 好 所以我認為 就如同我昨天跟他預告了 由於這裡是一個 大長線周線三至五 一個1700點引上行情的 起漲第一波段而已 它很難所有類股制服群 同步量價起揚 好 所以輪流工 好 那你股票的部分 等級殺的時候這些好股票 你就是好好的把這些股票挑起入來 好 去布局 接下來會有進入回升主增斷的股票 那它一個選股條件就是 類似像40塊錢的黃瓦科破了 好 他已經壓回強烈基本區 面對支撐區 你就是中央大碼 三天之後你就賺一根掌停板 壓回12倍本益比 只有類似像 我一直跟大家形容 像是世界末日那樣的一個 情境的評估 連發科才可能殺回 400塊錢以下 連12倍本益比都不到 你如果肯賣 三天之後 連發科就噴出一根掌停板 好 所以 如果這盤市格局 按照我們規劃 就是一個向上大主針斷 我覺得在股票全股方面 好 只要我們認為 明年的基本面是有機會的 好 那剛好近期 經過一波修正 只要月市向下殺盤 我們認為基本面 是沒有問題的 喜得越劇烈 反而我認為三支五大波段 會漲得越兇的這批股票 好 所以策略方面 廖老師都已經幫他擬定了 不論股票 不論期貨 不論選擇權的一個部分 那至於太子期貨的部分 我們說 我們用一個短線的一個短 每一個短波的轉折 好 可能我們三五天 我們不要讓大家承擔太大的壓力 規劃出一個短波段 可能一兩百點 可以向上攻擊一個走勢 好 那我們就類似像今天 這個8590買 好 今天8740出 這150點加差 短波的一個操作出來 好 如果真的要流倡做多 我們有這個金融期 因為政策面上面 今年好像又要開始去推一些 服貿協議相關 或者是金融上面的一個政策 今年金融股的獲利 又是過去七年以來歷史新高 而且金融股我認為 今年連漲都還沒漲 我舉一檔例子 這個是2881的富邦金 好 說到今年的第三季為止 已經賺了5.23 如果在今年的第四季 11 12月它的EPS 今年有機會賺到7.2 7.3 你富邦金你現在不滿 你什麼時候滿 富邦金漲了嗎 總之沒有 連漲都還沒有漲 我認為你只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這個整理平台讓它過去 連富邦金都會噴出一段向上的走勢 好 所以 以富邦金我只是抓 這個金融類股指數的一個波段一個走勢 好 我認為接下來 金融股還是在一個週限大主升段 所以流昌來講 如果台紙期貨 期貨選擇權部分 我們選政策上面有機會 做一個比較積極加持的金融期 那當然你的風險會相對有限嘛 那如果能夠按照我們前一個波段 從5月6號那個轉折低點跟大家預告 960你就是大買 1134你賣 好 單單一口金融期 你至少要賺200大點 一口是賺20萬元以上 好 我想這個波形跟規劃 我昨天都事先跟大家預告了 好 但是以選擇權的一個部分 我認為風險是相對有限的 好 你把你的風險控制在3萬元5萬元 5萬元10萬元資金越大 好 我們去抓個 抓個幾萬塊錢的價差 可是如果政策突然把這個控管 比如說 欸 開始聽到說大戶條款有可能排除 要是真的不小心大戶條款排除 這個盤4個就要噴千點以上 你聽得懂劉老師這意思嗎 所以我們用一點點的風險有限的一個資金 去掌握倍數獲利的機會 好 昨天我跟大家聊到 如果這個8960那個缺口一定要補 好 選擇權你現在開始進場佈局 由於有這個500點左右以上的一個價差 好 由於有500點以上的價差 選擇權你至少要賺3、5倍以上 是沒有問題的 好不好 所以 這個掌聲的一個初期 我認為由於是量能緩慢的一個增溫 好 所以我們就是低檔你肯買 掌上去的時候你稍微賣一下 壓低下來 掌 短賣 壓下來 好 這個反覆你掌握急掌急跌式的偏多 布局一個操作 然後趨勢性的方向 認為這盤4個就有機會噴出 好 那我認為 搭配一筆短價差多單 你其實可以很快速的去累積 未來獲利的一個機會 好不好 好 所以最後回到一個結論是說 我為什麼說這個盤4格局 很可能由於 比如說有一種波浪理論 後面有一個大波段騎掌走的 是前端傾斜的 有一點像是向上39的蟹型騎掌 他走53535 最後一小二浪 後來噴出一個向上主聲段 初期我們大概有類似這樣的一個規劃 剛好也是10月28 29 FOMC會議 那我認為想法都有了 波形規劃都有了 只剩下怎麼樣 什麼時間買 什麼時候賣 這個直接的交易策略 怎麼樣進場佈局 好 我想今天的這個盤4格局的發展 只不過是劉老師 昨天跟大家規劃的一個策略 我說旗鼓權 我們一個操作策略方向都已經有了 那你還不曉得怎麼掌握的 好 我們已經做好全線的準備 要是想辦法幫你掌握這一個月 到選舉行情之前的一個行情 好不好 那我們有一個短期會員一個月 然後你可以享受 操作到今年年底 好 等於說幾乎是這樣子一個狀案 好 那跟大家報告 由於這個盤4格局 額外有一個三支4的香港洗盤 好 考量到所有的投資朋友 好 最近期的氣氛比較沉悶 你有很多舊的股票套牢 梁老師才會在10月份這個時刻點 推出這個短期5的方案 好 那到月底 梁老師的這個狀案要正式結案了 公司也給我到這個底線 好 這個已經是不可能再有這樣的價格 都已經壓回到我們的成本了 好不好 所以梁老師說 關於整個波段的一個趨勢走勢 那 我想我們已經幫他做好一個全新的一個掌握 你不曉得怎麼樣掌握這個行情的 我認為你不需要再去問東問西 還要去考慮 還要問自己的親戚朋友啊 回家問老婆啊 問先生啊 你相信劉老師用盡全力幫你去規劃 有賺錢的機會劉老師絕對不會在你錯過 好 那這個專案內容 你就直接掌握劉老師服務人員就好了 休息兩分鐘之後 再回來 欸 寶貝啊 我們賺點錢你都存在哪 對啊 而且是有在乎存款保險 倒了也不用怕安啦 那你知道存款保險最高保護 為新台幣300萬元了嗎 我知道啊 然後不只是台幣存款啊 還有外幣存款都納入保障了耶 先生 你是幫我說這個幹嘛 我是想 想說我們差不多可以結婚了吧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投顧 多有期貨 股票 雙證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勿惠資金專線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證照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匯資金專線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兒牌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島塊 學密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兒牌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擔有 最記憶啊 先用記憶 五分鐘 好啦 我們現場 那我們曾經跟大家聊到的是說 周縣最少18倍本益比的一個區間 10650 那公萬聯的一個主軸來講 非常重要一張股票是 2330的台積電 那有沒有機會台積電180 台積180 台股18000呢 按照這個盤式格局 至少在今天上面盤面 我可以跟大家報告 沒有可能 我們希望說 接下來政策上面 會有一些比較積極 或者是說政策上面一個轉向 量出來 不論到哪裡都有機會 那這個量還沒出來之前 超多難度會有 事先規劃好 我認為就有機會 去掌握後續的一個價差 好不好 好 那 台積電一個歷史 本益比高之間的一個區值 大概在10倍倍 那明年有機會挑戰到12到14塊錢 有量出來加權指數 台積電當成大牌領先看盤重點 是絕對有機會的 好 那現在就是 怎麼樣看著台積電去挑到一些 相對應的股票 來 今天這個W底庭站上了喔 129.5到118.5的等幅 最小的人測量 我認為 已經有人告訴你說 9500點一定過的啦 那聯發科在這一段期間 因為成交量 委屈的少了兩倍的本益比 那對應9014 左右的位置15倍的PE 以及美國股市 我們剛剛講到 已經回來0.618位置 就9014都已經站上去了嘛 好 那 我認為只要稍微信心回穩 該來的全部都會還給你 那找到一些價值投資好股 趕快逢低進場卡位 底部大買你 未來才會大賺好不好 這是華雅科齁 時間有限 我們明天再來聊 向下洩行其實有大波段回升的一個機會 洪達電 那以及TPK 從1000塊錢修正到152 去年第四季賠4塊錢152守住了 周指標是兩次的一個背離 另外類似像洪達電 我們跟大家講在118 我們這個時候為什麼要去找TPK 剩下這個5%左右的一個空間 可是轉折成功有機會大賺兩倍到三倍以上 認為TPK唯一思考的一個方向就像 我們講到1300塊錢修正到115元左右 118塊錢的這個洪達電來講 我們現在要去布局一個 鏡子已經到了 然後轉折成功 這裡可能要賺兩三倍以上的機會 現在只剩下什麼確認的訊號 你要至今全部卡位進去好不好 那所有的一個交易策略 起股權 梁老師都讓它布局好了 到我們這個鎖定11月選舉行情的短期會員 到年底的方案詳情跟內容 您可以直接尋找梁老師的服務人員 好 預祝大家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響應全民節電行動 哇 夏日青山 清涼就像汽水 清涼就像雷風 簡單穿著 冷氣調高 劉德青山帥 不怕屬性消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勿惠資金專線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提過股票雙振兆 使您坦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匯資金專線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台風好雨來時怎麼辦 不怕 不怕 提醒您要準備水 乾涼和手電筒喔 記得關門窗 貼膠帶 堆沙包 隨時注意台風好雨動態 到雨來時隨時了解淹水訊息 五時留警戒發布時 配合疏散避難或自行前往避難所 如要緊急救援請撥打119 沒事請待在家裡注意警戒訊息 不要前往危險地區 做好準備 安心加倍 看似平靜的海面 卻隱藏著知名危機 那就是離岸流 離岸流是因地形 潮水與破碎浪形成 往海裡移動的強勁水流 會將人快速帶離岸邊 此時切勿對抗水流游回岸邊 以免耗盡體力 拉潮或退潮時 海面上破碎浪多 離岸流增強 切勿下水 遇到離岸流如何脫口 清潔溜靜的感光 可疑 稍連運太沮喪